接下來要介紹的是疾鎖動物門 疾鎖動物門 其實疾鎖動物門裡面有很多個 分群的,很多不同群的 所謂的頭鎖動物、尾鎖動物等等的 其中一種比較大力的脊椎動物 所以其實疾鎖跟脊椎不太一樣 但是國中不用學那麼複雜 我們只要知道脊椎動物就好了 那我們把脊椎動物分成五大類 哪五大類呢? 來一起念一次 魚類 鳥類 母類 魚 兩 兩隻 爬蟲 魚 爬蟲 然後再演化出 蜘蛛類 蜘蛛類 先演化出蜘蛛 蜘蛛類 蜘蛛類比較早出現 再來是蜘蛛鳥 好,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圖像 這個你要放在心裡面 因為這是所有這個單元的詛咒 叫做 魚、兩、爬、五、鳥 我把它勸起來 兩身 然後從 那我的心體裡面有一句問到說 我們要先大概知道一下它的 生殖方式 還有受精方式 呼吸構造 還有體溫調節 這四大類你一定要知道 因為這是很重要的考題內容 第一個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受精方式 魚跟兩身類都大部分都在水中 那兩身類 是半水跟什麼 半路地 這邊主要是水中 這邊是什麼 路 那水跟路有什麼差別 會影響什麼 影響它的受精方式 影響它的受精方式 可以理解嗎 為什麼 還有呼吸 對 還有呼吸都會影響 所以這個你要先知道 為什麼要這樣子進 水裡面的動物它要什麼受精 魚大部分都是體外 所以魚類都是體外受精 所以第一個 體外受精 那這也可以看出那個演化的歷程 魚是體外受精 那兩身類也是什麼受精 青蛙也是體外受精 雖然它是假交配 疊在一起 可是它們其實沒有真正的 那個 接合的過程 所以也是體外受精 對 要透過水 因為它是半路生半水生 為什麼叫兩身 就是 小時候在水裡面長大的 那兩身都 都體外受精 好 可是爬蟲之後 全部都是什麼受精 全部都是體內受精 可以嗎 可以 因為它們在陸地嘛 陸地都會體外受精 其實可以吧 可以 不行啊 除非整 用那個叫什麼 試管一個 那叫體外受精 可是大部分都是要交配 那一半在陸地 它怎麼會 沒有啊 它是 它要回到水裡面才能交配 才能受精 所以 青蛙一定 青蛙很喜歡下雨天 是怎麼樣 夏天再 交配 體內受精 體內受精 都寫錯了 好 陸生動物都體內受精 可以嗎 當然有例外 因為像海豚 它是住在水裡面的 骨骨類 那我們是例外再說 好 所以受精方式 水裡面是體外 陸地的是體內 好 那麼呢 接下來是它的呼吸方式 好 呼吸有什麼差別 水裡面都是什麼呼吸 塞 塞呼吸 好 但是想生類就不一樣了 小時候是什麼 右塞 右 右就是什麼呢 就是它的蝌蚪嗎 對不對 蝌蚪叫做右嗎 蝌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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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成體是用什麼呢 肺 開始用的 用肺呼吸 肺 好 那麼呢 入生之後全部都用什麼呼吸 全部都是肺 全部都是肺 好 全部都是肺 好 所以入生之後都是用肺 接下來呢 那它的生殖方式 魚的話是用什麼生呢 生蛋 它用什麼生 軟生 那 青蛙也是軟生 其實這應該這樣說啦 全部都軟生 除了誰呢 除了菇類是什麼生 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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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是另外 那是 針眼 跟鴨嘴獸 所以鳥類也是軟生 軟軟軟 好 最後是體溫的調節 體溫調節只有誰才有呢 鳥類跟骨類 所以這邊要再切一條線就是 這邊的動物都是屬於內溫動物 內溫動物 這邊都是什麼呢 外溫動物 當然有例外 其實生物的例外很多 像前幾天有人發現說 有一種魚是生海魚 它是 它是有體溫的 它體溫會調節 那當然我們不要太care這些例外 因為畢竟很少數 除非你也很有興趣要研究它們 那我們這邊講的是大部分的狀況 好 所以基本上這就是一個 整個的大圖片 OK 所以這是 脊椎動物的主要的內容 好 那接下來就要介紹各種 脊椎動物的 的那個 的那個 部分 那首先呢 我們來先介紹 第一種脊椎動物叫做什麼呢 魚 好 魚類呢在 魚類可以分成兩個缸 魚類呢有哪兩個缸 對 它可以分成硬骨跟軟骨 我們先看一下 那齁 因為這個 這個我就不再講了齁 什麼題外收青這個我都講了齁 我就直接講它的分類 好 它可以分成 硬骨魚跟什麼呢 軟骨魚缸齁齁 主要的齁 因為還有其他的類型 但是我們想要主要的 好 可以分成硬骨魚跟軟骨魚 兩大類齁 硬骨魚呢 的特性就是這樣齁 這個我把它推過去齁 那個可以看得到嗎 可以齁 好 硬骨魚呢 我們來畫一下齁 它的構造就是 好 這是一般的硬骨魚齁 硬骨魚呢 它的這邊有個蓋子叫什麼呢 塞的蓋子 叫塞蓋 塞蓋 很硬的蓋子 好 第一個有塞蓋 塞蓋 那塞蓋裡面有這個 一絲一絲的叫什麼呢 這叫做塞 塞或塞 塞是有很多一絲一絲的東西構成 那為什麼要一絲一絲的呢 塞的作用是做什麼事 呼吸對不對 為什麼要一絲一絲的 為了增加它的什麼呢 表面積 表面積 你知道嗎 我們的肺有沒有增加表面積的構造 有 叫什麼 肺炮 小腸 增加吸收表面積叫什麼 絲毛 植物的根吸收表面積叫什麼 羹毛 對 所以為什麼要有這種毛毛的 或是這種泡泡的狀 因為為了增加什麼 吸收面積 那塞也是一樣 塞呢 它又分了很多細小的絲 只是為了增加跟空氣接觸的面積 這時候吸收的效果會更好 欸 魚在水裡面要不要呼吸呢 要啊 用塞呼吸 所以你看那個魚溫 它還要打空氣對不對 要一直這樣腳腳腳 那天然的海岸 它是本來就會有風在那邊吹 會有海浪會有空氣 所以其實魚呢 如果沒有給它氧氣 它是會怎麼樣 死掉 那這樣很熱啊 空氣就跑掉 但是通常魚都在清晨 就暴斃死掉 所以如果缺氧汁會死掉 或是像那個悠氧的話 有沒有 那個水中太多養分 藻類太多 就缺氧汁 所以塞是用來呼吸的 好 那麼呢 軟骨魚的話呢 當然它就是軟骨 那它的特點就是 它沒有塞 不是 它沒有塞鈣 它有什麼呢 我們叫做塞裂 所以鯊魚的肚子 不是有這樣子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這叫做什麼呢 塞裂 好 我們再兩分鐘就好了 這叫做塞蓋 好 那這個是 有塞裂 所以一個是叫塞裂 又叫塞蓋 但是它們都是用塞無吸 好 好 那麼呢 這個魚呢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 這個課本沒有講 魚的身上有一種 可以通過它浮塵的構造 叫做錶 錶 對 一個很像氣球的東西 如果灌空氣它就會浮起來 如果沒有空氣就會沈下去 所以它有這個氣錶的構造 有氣錶 如果你殺過魚的話 你會發現它肚子有一個空間 不然是空的 什麼都沒有 那就是錶 氣錶 但是它沒有氣錶 軟骨魚就沒有氣錶 沒有氣錶 好 最後我講哪些魚類就好了 這個魚呢 要特別注意有幾種魚 比較例外 第一個很常見的是烏波魚 烏波魚 烏波魚是屬於一股魚 叫台灣鯛 好 那有兩種魚要注意 一個叫做 海馬 海馬呢 不行 海馬不是馬它是魚 海馬長這樣對不對 你知道 肚子大大的 然後尾巴捲起來 好 這個也是屬於一種魚 地骨魚 海馬 還有我剛剛給你們看的叫什麼魚 潭屠魚 我們沒有看 我們沒有看 我放在那邊 潭屠魚 潭屠魚 潭屠魚也是一種地骨魚 它的 它的腮很大 為什麼很大呢 它可以在陸地上面 它自己 嘴巴灌水 然後就爬上陸地去 爬樹 而且它皮膚也可以突襲 它比較特別 所以它是一種兩棲類的魚 但它屬於什麼 魚 它是用腮呼吸 那麼呢 軟骨魚則是有兩大的要寄來 一個是沙 一個是什麼魚呢 長得像這樣子 然後這邊 潭屠魚 我那個模型裡面就有烘 對不對 拿一點看一下 這個就是烘 烘也是屬於軟骨 我們學校常常會煮那個 烘魚肉 蛤 沒有 那個白白就是 對 不太好吃的肉 它這邊有塞裂 嘴巴這邊 空腹有塞裂 好 所以 OK 這就是硬骨魚跟軟骨魚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就先到這裡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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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